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42岁许姓男子搭公车见16岁女高中生靠着窗睡觉,竟刻意换坐到旁边,涉嫌伸出钱诸首席凶事后被抓包挨稿,她却在法庭上便称是少女梦到自己被性骚扰,逝离地方法院不采信,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判金5月,一颗罚金15万。 判决指出,许男去年11月下午从南港搭上公车,欲前往系指,在车上见到女高中生穿着学校体育服,独自坐在双人座靠窗位睡觉,静起色心,换座位到旁边后,先以手肘触碰手臂和腰部,见女高中生没有反应,得寸进尺,伸出手指戳弄胸部。 女高中生此时惊醒,当场出言制止,但许男人持续摸他胸部及大腿,索性有名乘客见义勇为,发现女高中生表情异常,上前关心,许男恶性才曝光,不顾乘客阻止拉扯,吓得逃下公车,该乘客事后也陪着女高中生到警局报案。 女高中生公称,当时他并没有熟睡,有发现许男坐到他旁边后,脚张开开坐姿大喇喇,手也张开开碰到我手臂,但以为是许男个人习惯,所以没有理会。 他说,不久后,静静觉胸部边缘被触摸,一张开眼睛,许男就把手收回去,他表示请你自重。 许男虽举双手投降说对不起我怕你,之后却又开始讲一些瑟瑟的事,还问妹妹我可不可以摇你耳朵,甚至抓起手臂说要闻味道,还一边摸他胸部跟大腿。 但许男否认犯行,便称他是因为公车摇晃,身体才会靠近女高中生,他并没有碰触,怀疑是女高中生做梦梦到自己被性骚扰。 我当时有女朋友,不用对女高中生性骚扰,更反控女高中生诬告。 但法官调阅公车内监视器,发现许男靠近女高中生的动作很不自然,加上女高中生见义勇为的乘客指正莉莉,因而认定许男犯行,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判金五月,一颗罚金十五万,可上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